我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虛擬桌面 其實WINCE之後就有一個虛擬桌面的功能 虛擬桌面的功能 只是好像大家沒有那麼常用 我可以問一下各位 你的桌面會不會很亂 有滿出來過嗎 這樣有沒有很那個 我也有滿出來過啊 對不對 因為大家習慣不好都會放桌面 對啊 所以 我也有遇過耶 我昨天去那個 昨天去那個 台大醫院 育天分院 他們那個 演講的那個電腦喔 檔案不能存在桌面上 它有鎖住 這樣會強迫你會放別的地方 好那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需要虛擬桌面 事實上不管是 就是你用WINCE還是用一般的 各位 你一定會有一個情形 就是當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你有沒有可能會開很多應用程式 會對不對 那你會不專心你知道嗎 因為一下子就那個端一下 一下就那個端一下 阿不然就通知那邊閃閃閃 即使它沒有聲音 也會干擾到你對不對 所以 利用虛擬桌面 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什麼 專注力 這樣有專注吧 對 這很重要 那 這個呢 軟體真的是好舊以前的版本 好舊又好久 真的 真的 對啊 所以呢我 執行一下給你看喔 你看我回到這邊來 有沒有一個叫做 欸 我沒有放喔 有啦有啦 嚇我一下 點開它 這個 一個執行檔而已對不對 你執行了之後 它就給你四個桌面 好 OK 那 你看我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現在是第一個桌面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 嗯 你要專心一點的 有沒有切過來 對啊 因為它老是留在那個桌面就好啦 你一定要看到我嗎 不是啊 你剛剛不是有設計嗎 按鍵嗎 我看不到 喔喔喔喔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呢 馬上就想到 我是按這樣 加這樣啦 這樣 這邊沒有那個 呵呵呵 這樣有看到了嗎 Ctrl, Order,按著 一二三四啦 一就是第一個桌面 二就是第二個桌面 Ctrl, Order,按著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你不要 按快速鍵也沒關係 因為按快速鍵 人家會覺得你比較專業嘛 好你點這裡也可以 有沒有自己選 這樣也可以 每一個桌面都可以設不同的 布景主題啊 不是布景主題啊 背景啊 這樣有沒有了解 齁 那如果你到這邊來 堅持一定要看到我 可以嗎 可以 你可以來這邊叫窗口管理員 你就把我抓過來 確定 這樣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這樣了解 你的應用程式開了 可以拿過來啊 對不對 因為我剛才已經在那邊開完了啊 那如果你在這邊開了 可不可以拿過去那邊 也可以嘛 這樣你有沒有會比較專心一點 聊天放在那邊 然後呢 做公物放在這裡 然後呢 打電動在這裡 哈哈哈哈 蛤還是主管來了 所以你就切到這裡 哈哈 你這樣不行 我記得 這個就是只有下面那一排 下面那一排啊 對啊 下面那一排啊 當然啊 桌面是一樣的 當然你也可以把桌面隱藏起來了 就桌面上那些圖示啊 也可以藏起來 不過我們的重點 不在做壞事啊 我們要把這個 要有正能量啊 對不對 哈哈哈哈 我們要做好事 把事情做好 對不對 你了解我意思了 因為這樣你真的會比較專心 我們現在的問題不在於說 就是事情太少 現在事情太多 那電腦端的電話老師 沒辦法管到你啊 那電腦端的 至少我們可以乾淨一點嘛 你今天在做某一個專案 做某一個就是那個企劃的時候 你就不希望那邊的 是干擾你 那你今天 比如說我在這邊開瀏覽器 你就把你瀏覽器這邊 該做的事情 打開相關網頁就好了 幹嘛還把Facebook 或者把Nine開在這裡 這樣不是就乾擾你 你真的有需要 你再切過去看就好了嗎 不然你就把那叮咚打開 不過真的吵死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子才有 機會專心 才有機會專心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這樣直接切換 你看這邊回來 這邊就沒有老師了 哈哈 對不對 這樣有簡單嗎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進來之後 執行一下 那 我剛剛講的 Windows10 最近的這個更新 我再把我叫回來一下 這叫窗口管理員 你按右鍵 都有中文嘛 我一直講到說 它不是很新的軟體 因為說真的 這個 軟體真的是好久以前了 至少十年以上 舊久可以裝新品 還可以執行 而且效能很不錯 那你看喔 這個呢 Windows10之後增加的 就是我最近這個更新 它讓虛擬桌面比較好用 可是它就沒有管理這些應用程式的功能 不能像我這樣移來移去的 了解嗎 那如果呢 你不同的桌面 你可以來這邊 設定它的背景主題 這裡有一個叫做選項 好 你看到這邊 有沒有桌面壁直 你可以針對 它總共有提供四個桌面 所以你可以針對不同的桌面 設定不同的 那個 這樣你就會比較清楚嘛 比較清楚說 你今天走到哪裡 那麼這裡呢 還有我們剛剛的熱鍵就是在這邊 可以自己設定 還有就是什麼 全域軟件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很久以前叫 MSN 你看 全域的代表什麼意思 比如說 我打開檔案總管 打開IE有沒有 你打開這個 這個 如果你勾起來 代表你今天在第一個桌面開的 二三四都會同時看到 這種叫全域的 也就是你打開一個 我四個桌面 同步都會出現 不管你切到哪邊 不好意思啦 沒有 各位現在用的Nine 沒有辦法 然後再來切換的方法 不見得要Cube Cube就是那個立方體嘛 你有其他不同的方式可以切換嗎 那就看你啦 反正這個是額外的啦 如果你有需要做那麼多你在用 那 最後 問大家一個問題 請問 如果我在這邊 我現在第二個桌面 不是有開過的嗎 或者有其他應用程式 如果這個程式不執行之後 會怎麼辦 對啊 你這個程式 我要關掉啦 如果我有四個嘛 我在裡面不是開了一些軟體嗎 那 關掉這個應用程式之後 我就按這邊退出嗎 會怎麼樣 打回原型而已嘛 了解嗎 就回到原來的桌面啊 就這樣啊 所以我如果這邊關掉了 我現在是沒有桌面 可是這邊有沒有跑出來了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他就回來而已 就這樣而已 所以 你就回來 孤獨的面對你 唯一的桌面 還給你啦 試看看喔 我們要的一斤 要進來 對方的一斤 這樣要進去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